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一天跋涉 五名体验者分别穿过了密林 乱石 河流 到达了宿营点 经过一晚上的休整 今天又将是漫长的一天 你们几个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 有没有感冒啊 拉肚子啊这些 有没有有和拉肚子相反的药 别蜜吗 别蜜啊 能不能不要睡 在清理卫生室 一定要把留下的生活垃圾清理干净 收拾好行装 两支巡逻队继续向山口进发 离开宿营地没过多久 巡逻A线就进入了沼泽地区 来 兄弟 这是你保兵的东西 有没有事 探的路这个过程中 我眼见着我指导员 那么高的一个棍子 比他人还高的一个棍子 搜了一下线去了 然后他整个人也歪了一下 我当时就觉得 这是棍子的话 他都已经陷得那么深了 如果是人腿的话 那可能就一下子到腰 或者是到胸 就觉得还是有点吓人 各主注意啊 每个人带个小棒棒 你一定要探名声前 每名同志一定要团结互助 彼此不要拉开太远 多短这个距离 阻止他们一时通过 开始往里走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是排成一列 排成一列之后 既不能太远 太远的话 如果有人陷进去了 没法捞他 也不能太近 太近的话 可能两个人一起 掉在同一个坑里边了 然后我班长就告诉我 看起来有水的地方 不要踩 说可能你看着它是水 水一脚踩上去 不一定是什么 后面小心点 快点起 金南通过沼泽地后 巡逻队进行着短暂的修整 走走走走 行吗 好 是玩 niez 好 前便 好 前艺 我人是行 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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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什么 你先吃烤 现在 我们 我刚刚组织休息时 明确了 要捅一块枪 你可知道 枪比生命更重要 知道 该品通知在整理的过程中 故意地把枪丢在一边了 枪糊的全是泥 就把它摘下来了 然后放到一边 然后去搓我那个手套 包括鞋和我那裤子上的泥巴 往下扒拉扒拉 我们最后在检查物资的时候 发现枪离开了他 所以就批评了他 下次一定要 加强武器专门到 保管 举不清楚 指导员也说 你这个枪不能离手 因为枪比生命还重要 有的时候做事吧 就是老有一种 不是那么严谨 但是这个部队里边 确实是你马虎不起 我看他还是很理解 很理解 并且勉励他这个 在下一步训诺 在走下面的路过程中 加强武器的保管 这个东西的出现 就让人点 让人尴尬 打电来的 这是这样的 你要相信这个 你拿我来教你 都不会忘你们 那个把它放在鞋垫的底 我一个大男人 我从来没想过 你别把那个翅膀摘上 把那翅膀打开 把那个侧衣打开 对 把那鞋垫掏出来 我没有这个 放到我后点了 没有吗 那你放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鞋垫 我也是醉了 莫托的巡逻路线 不仅要面对沼泽 密林 乱石 各种环境 还有马虎 毒蜂和毒蛇 伺机而动 经过长期实践 战士们发明了 诸多应对神器 大家肯定会 有种误解 男人会穿四腕嘛 因为这个我们的 行逻时间 基本上是集中在雨季 每次出去 全部是下雨 雨天 一天就是下不停 因为这个衣服 你沾湿之后 尤其是裤子 打湿之后 然后停在这个摩当 尤其是爬山的时候 这个官兵就是 逐渐的穿丝袜 穿丝袜的好处 就是光滑 不摩当 除了这些好用的神器 很多改善伙食的好办法 也被带入了巡逻途中 比如说 我出去旅游 我吃到这个地方的肉夹馍 我觉得我就想 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方式 融入到巡逻宝藏中呢 然后我又到一个地方去 我也想 这个地方的竹筒饭也不错 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地取菜 然后也能竹筒饭呢 有条件改善 为什么不改善呢 对吧 来到天天吃干粮吗 你出去几天时间 你不能换的口味啊 这样每个人 每个班 你自己带一点 带一点料 这样一带的话 就都没小点 然后带过来 一顿就吃一点料 早上吃一顿 早上吃面条 晚上吃这个 然后中午吃干粮 又是可以抽干粮 自从2013年通公路之后 摩托的物质条件 有了很大起色 教导员杨静 作为指挥官 不仅让大伙的伙食水平 有了提升 还把很多现代化的装备 引入了巡逻路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都还没有头灯 后面慢慢的 暂时都还是习惯 使用手电筒 如果你夜间巡逻走路的话 那么手电筒的话 我觉得 如果说要断捕自己的手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 头灯的方式呢 因为我觉得户外的 有很多东西 可以完全使用于我们军人 对吧 包括像我们说的防雨衣啊 包括像我们说的手杖啊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 杨静偶尔还会带上 自己的无人机 拍摄巡逻途中的点滴 每一次巡逻的时候 我看到暂时走过苦过 但是后面我们的资料却很少 如果条件允许了 我都想给他们 记录一些影像资料 作为这个连队 那么它既然存在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冰 那么我相信 作为实践的这个流失的话 那么我觉得 这是非常宝贵的 像现在我看一下 我当年入伍的时候的照片 我当排长的时候的照片 我当连长指导员的照片 我觉得民族的珍贵 那几个班长 不过很冷 然后就直接跳在水里边 那个河水都淹没了他的裤腿 到那个小腿那个地方 他们全都缺然不顾 再来两个人 过来搬石头 这边过来搬 就搬着大石头 摆在那个河的中间 还切了一些比较粗的木头 给搭在河中 就方便我们行走 当时我就觉得 士兵们现在是太苦了 木托的很多条巡逻路 都要过河 在河水不深的时候 可以搭桥 然而到了雨季 江河涨水 危险随之而来 在一次巡逻途中 老兵李旭 突然接到了一项砍树的命令 那么长的一个砍刀 树有那么大 四十多岁的那个民兵 以前还是个猎人 当时就说 老兵你看 树就是这一棵 我们砍不到 我说看 肯得要肯到 当时李旭在宿营地 准备生活做饭 另外三名战士 到江对岸探路 因为返回途中 下起了大雨 原本搭好的桥被冲走 三人被困在了宿营地对面 那又是晚上五点过了 然后穿的是短袖 在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地方 吃的也没有 穿的也没有 那个江水有多深 当时我们那个指导员 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不要说是人掉下去 就是一辆坦克掉下去 它要冲走 必须就是要在天黑之前 看到那块树 因为天黑了之后危险更大 那原始层里面大家都知道 什么熊啊 野猫牛啊 这些大型的野生动物 攻击人的动物比较多 心里面我砍那个树的时候 我也是绝望的 那真的是绝望 看不到头啊 因为那个一刀下去 就只看到那个树渣子 就冒了一点点出来 我这个手就是这样抖 就砍到最后就是这样抖啊 就不砍的时候 它也是在抖 生活大概我们生了三四个小时啊 是因为下雨 然后又没有那个遮雨的东西啊 直接在那个暴雨 然后生活比较难 它生火也生不着 一个有外头的 把这个衣袖 一直一直地割下来 生 因为你不能一次性 把这个衣服全部放在里面生 因为你生了不着的话就没了 你就先一分一分地分 分来生那个火 衣服都烧完了 火还是生不着 人也过不来 那个时候我就是最绝望的事 三个多小时过去 火升起来了 树也终于被砍倒 但事情并没有向李旭期待的方向发展 树倒过去了 因为江太宽了 你想那么大的树倒过去 江很大到对面去 还有树间上还有两米 那么点的地方折断了 哎呀当时那个民兵很气愤 挥舞着手啊 一从上面的平台上 从下面的那个平台上去 把那个刀一下子就扔在江里面去了 那一晚上 然后没有水喝 只有扔过了一袋泡面 然后一袋风转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定 就是第二天能不能过得去 所以我们三个人只吃了一袋 吃了一袋泡面 我们人基本上都是在 那一晚上都是在邻居 我就躺在那个背囊上 睡也睡不了 然后就等着那 早上四点钟的时候我起来 我叫我们教导员 我说走我们俩上去看 跑过去的之后 然后再将对面呼叫他们 水面比较宽 水率比较急 这个声音特别大 就是他喊我们的时候 然后声音特别小 喊了大半个小时我们才听到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很激动 他们两个就站在那里 一句话都不说 然后就眼泪嘛 就在眼眶里面打转 摩托的巡逻路 也被称为生死巡逻路 在这条路上 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凡是一起经历过他的人 都会放心地 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战友 老兵马勇对此深有感触 2018年6月11日 就在马勇新婚不久的妻子 以秋霞前来探亲的时候 他突发宫外孕大出血 反正我想的就是 这个人肯定是没了 医生叫我签 并未同知书 我没法签 我不敢签 为了抢救君嫂 以秋霞的生命 一副担架 两位军医 四名战友 大家为他 打起了一条生命通道 经过六个小时的接力营救 战友们终于把他送出了摩托 如果找不到出血点 那基本上就没救了 因为他当时 已经身体里面一点血都没了 那医生他说了一句 你们部队 陷血 病人只要一下车 立马血将要挂上 打开车门 团里面叫了16个人 在医院等着 已经把血陷好了 鲜红的血液 带着战士们的体温 输入了以秋霞的体内 经过抢救 他最终脱离了危险 这段战友情 让马勇时刻铭记在心 这个故事也感动了体验者 王杰凯 战友之间的信任就是 我冲锋的时候 我可以放心地把后背交给你 我觉得那种就是人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 无尽的深渊 周围都是黑暗的时候 突然连着离人 虽然到墨托 只有短短几天 王杰凯对战友情 已体会颇深 我真的不是不想跑 我是实在跑不多 慢慢来 前世无缘 素未谋面 你有困难的时候 大家都会伸出一把手来帮助你 快要摔倒上 被人从后面一下扶住 就是那种感觉你突然失重了 但是你又被拖住了那种安全感 或者在你 哇 好高的一个土墙 我上不去了 算了吧 你们先上吧 此时这个时候就有一双手 伸着来拉着你 看鸟像 这么拨的倒是第一次的 把它断了 我看那上面全是绣 这座老旧的吊桥 让体验者们胆战心惊 他们所走的巡逻路 大多是人际罕至的森林 用不了多久 之前走过的痕迹 就会被疯狂生长的杂草所覆盖 在一次巡逻途中 杨进和几名战士 拉在了大部队的最后 大家都是第一次巡逻 然后就走的是一条比较明显的老百姓的转经路 就其实忘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巡逻路 结果走上了一个山崖口的时候 然后我们前方的战士就跟我说 教导员 教导员不对头 然后我说怎么回事 这条路上面虽然说有老百姓摆的一些小石堆 但是它在这个雪上面却没有脚印 由于我们的这个地形 还有就是天气太恶劣了 逐渐也下雨了 然后对讲机是完全活不通 与我们的这个前方的这个部队也是活不通的 战士们被困在了大山深处 他们只能一边冒雨前进 一边不停寻找信号 从白天走到了黑夜 他们终于听到了对讲机里 传来的沙沙的信号声 你去自告奋勇 就拿着一个对讲机 就往回大概爬了由两个多小时 爬到一个山顶上面 当了一个中转接力台 然后这样的话才使我们 在山的两头的两个队伍联系上 巡逻途中 战士们的精神需要时刻紧绷 长此以往情绪很容易烦躁 不安 这种状态在墨托被称为墨托综合征 它是什么情况 我们那个时候从外面 从外面带的那个单放机 我们刚开始带的单放机进来的 它那个单放机 它一个晚上 它能拆十遍不止 把单放机全部拆了 它在给它装起 再拆 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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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晚上就到头这个事 路过来 走路过来 我会去给约 时间就坐在你旁边去 它就说班长 要不我给你们唱这首歌吧 它看着我们走起的话 好像不怎么说话 它就想鼓励一下我们 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 一路上的一些快乐 它就说我给你们唱几首歌 在漫漫巡逻路上 为了避免莫托综合征 战士们逐渐学会了 自己想办法 给自己找点乐 我看到一排蚂蚁过来了 蚂蚁其实也是很像个巡逻一样 它也有这个前方煎饼组 两三个蚂蚁这样过来了 后面是一大队的 它是这样一排一排过来 在路上这样走过 板子什么过来了 过来以后我就拿口水 口水画了一个圈圈 把前方三个蚂蚁给围起来了 围起来以后 那蚂蚁它要走出那个圈圈了 口水不干的话 它就在那个圈圈里面转 对对对对转了 所有的蚂蚁都躲在后面了 都过不来 因为前方已经围住了 这个地方快干的时候 蚂蚁要准备从里面 缺口里面出去 你再给它添一点口水 它又在里面转转转转 特别搞笑 在巡逻路上 野蓝莓和芭蕉树 成为了战士们补充体力的来源 是进去还是挺精神的 还挺清香的 木头当地 它叫野蓝莓 到上山的时候 我尽量的就是用我的双腿去走 我不用手去碰 然后实在万不得已要碰的时候 我也会就是用三个手手 这样去轻轻地撑着它 因为我怕弄脏我自己的手 但是走到后来就是特别累 那个时候就真的就不太注意到这些 就真的已经无感了 就随便抓了 那个乱石镇 乱石镇也是高低不平 然后有起伏的 然后有这样特别锋利 安全 两人一组 坚持通过 这个踏坊嘛 不一定就是全部路都能过 它有一个地方就会需要我们跳一下 真的踩下那一角的时候 真的就是心里有点 还是感觉到有点害怕 就一片空白 我就想快过去快过去 当时特别紧张 因为我恐高 然后走到上面心惊胆战 其实这个军装外套不太容易湿 都湿透了 包括手套 全都湿透了 就像洗了一遍澡 因为下面就是那个雅浆嘛 然后下面很多滚石 就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落脚 我几次踩在那个石头上 它松的 就如果脚一滑就可能就下去了 一直都很心惊胆战的 就高 精神也是高度之中 安全 牵住通过 由于地质层不稳定 墨托的塌方和泥石流非常频繁 平挫扎西就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巡逻经历 刚好走到那个塌方沟里面 突然从山对面传过来那种声音 那种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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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声音 没过多久 这么大块这么大块石头在我头上往下飞 都砸到墙里面 哗哗哗哗 那种重景宝把你就是有一个人 把你瞬间拽下去一样 把你把我拽下去了 一块天一块地 我直接掉到下面了 不到几秒钟我就掉到下面了 到下面以后我就抬头 人家电影里面好多那种场面 那种血色的场面 我以为这都是演出来的 都是把它后期制作也好 怎么也好把它装出来 其实经过那次事以后 不是这样子 人真正在眼球里面充满着血以后 他那个血色 看到你外围的环境都是血色 然后我就抬头一看 嘴里面鼻子里面全部都是沙子石头 我在想我幸亏我活着 我亲信我活着 在平坐扎西被泥石流冲下后 同行的一名战士赶了过来 他说拍张 拍张 从前面爬过来了 爬过来以后他爬到我身边 看到我还活着 他边哭 边哭 边挖我也挖 因为把腿拔出来才行 再不拔的话上面还有可能零石流要来 刚转树林没多久零石流又来了 整天把酱油变成一个黄色的河面 他没有来救我的话 我可能是要在那地方 把命丢在那地方了 肯定是要丢了 当时的话他已经是不能动了 然后头上身上都有多处外伤 然后头皮也滑 也滑破了一大块再出血 那时候我就一点意识都没有 想的就是 我能不能活下去 有这个问号 当时也做好了准备 如果凶险的话 马上就准备让我们上级 看能不能派直升飞机 把他直接送出来 都以为我要走了 然后给我抽烟的抽烟 包括周老师现在还在说 当时他给我 让我抽烟 那是因为他觉得是我要走了 走之前要抽一根烟 当时一个老兵还在旁边 要给他烟抽 我是死活不让他抽烟 我就说病人刚受伤 这个时候再抽烟的话 肯定对伤口的话 对血压这些 都是有不利影响 但是他说没事没事 抽一根来放松一下 可能就好了 然后后来他受着伤 还是点了根烟再抽着 经过检查 平挫扎西 全身上下 大小伤口多达百余处 就给他剃了光头之后 然后他总说他很帅 然后说他的形象 还是真的 这么做 对 他做的 他就想判断 他觉得 估计 也可以 他说 他就想找лы 我 那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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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黄玉峰第一次接触到死亡与牺牲 就这样年仅24岁的老班长饶平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墨托这片土地上 他在这里长久矗立着守护着这座雪域孤岛 此后 每当有巡递队经过这片大塌坊 都会有老兵自发祭奠 烈士饶瓶 因为第一次过了个大塌坊 看到前面的老兵过了大塌坊 他们就会顶两只鹰放在那里 但是都不理解 然后后边等我过去的时候 我就问问我那个组长 我说 班长 你这个 他们在这儿放两只鹰是什么意思 我问他才跟我讲 就是那是我们林队 烈士饶瓶牺牲地点 我都在想 寻找这么危险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啊 当时我就问了一句话 我说 假如我走在这条线上 就是离我这么近 如果突然有石头打砸向我 你们会怎么做 他们就说 那会就是 根本就不用思考 就直接会把我推开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的一种本能 那他们都已经形成了这样 就 当然觉得挺震撼的嘛 在这种时刻 大家首先想到的都不是自己的 在这种时刻 大家可以把我补助着 不过会的一种本能 这样和我自己的肯定 如果你有点 你不能觉得是我 我们在这种时刻 大家可以把你感觉 大家还可以用一个身体 我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 跟你说 今天是你也可以做一个 difficulties 经过两天一夜的徒步跋涉 巡逻队终于到达了目标山口 你随我 随你 山口 上心 你的位置在我 随着方向三十米左右 对右侧进行搜索 前进一致命 班长给我下达搜索任务的时候 真的是捏着枪 然后毛着腰 也不知道战术动作标准不标准 就私下看到那边 到那边之后 确定没有敌情 我们老兵就用砍山刀 把一块树皮砍下来 砍出一个白色的区域 然后用红色的油漆往上写字 写字也是我上去写的 我边写我的眼睛就是 边就是有泪水在里边打断 很神圣 觉得一件很让人树木的一件事情 写了一个中国 我当时觉得好有仪式感 好激动 你就感觉这就是中国 每次巡逻 我们总会以这种方式来显示主权 表明这是中国的领土 神圣不可侵犯 我不对某山口实施武装巡逻 现已到点到位显示主权 现地坐标为高速坐标系 S坐标完毕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 自己也居然可以 能完成这么一件神圣的事情 就是那整个那一段过程中 我整个人就 那个感觉就 就感觉有一个什么东西 在卡在这个咽喉里 就想说话说不出 但是你就是热泪盈眶的那种 一看到把国旗展开 自然从心里面 有两个人生的一种自豪感就起来了 我们把这里守住了 这里就安全了 要证明这个地方 就是祖国的领土 到达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 到达的可能也就是 我们国家的主权 我们国家的领土 我们国家的尊严 脱脑皮一阵发麻 一股热血上来那种感觉 用自己的行动 来捍卫祖国的主权的尊严 我觉得这点是 我在人生中 所有时刻中都无法能感受到的 你所在的 你所守护的 边防军人所守护的 就是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土地 你站的这个地方就是中国 你背后有无数的中国人民 在支持着你 然后你担负了这个 接上的这个职责 是守卫我们的祖国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的守卫 才有了祖国的安领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祖国的安领 才有了我们内地 千千万万的人 安居乐园 在我看来 就是有这么一群人守卫着我们的边疆 我是很安心的 在这个宣誓主权的神圣时刻 平挫扎西 新潮澎湃 这让他想起了参加朱日和阅兵 接受习主席检阅时的场景 我自己代表边防军人 参加了这个阅兵 接受党和人民 接受习主席的检阅 因为我身后有这么多兄弟 这么多的战友 在边防一线上 在保将卫国 我们有一句话说的好 宁丢自己一条命 不丢祖国一寸土 边防有我们 中国去报信 我和他恋爱九年了 从一开始 我们就是异地恋 这一路走下来 九年不容易 我不希望余生留有遗憾 我只希望余生全是你 老婆辛苦了 感谢你为我陪伴 我一定尽努力 给你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在真心中的同时 希望你能够以自己的安全为主 我和孩子在家等着你 老公 我爱你 不管在哪里 我都会一直爱你 谢谢你 姓 老公 你在墨托树边辛苦了 你在那边也一直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在巡逻路上 要保障自己的安全 家里的事情有我 我会永远爱你 我会永远爱你 感谢观看